有没有感觉到最近晚上渐渐开始凉爽起来了,连比南方还热的帝都都不用开空调,那虽然现在穿秋装还是上早,不过最近各大品牌的秋装已经上架了,所以咱们也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啦。 今天要进军决定跟你们分享一下18年秋冬fashion trends,可以作为参考型的选择,不一定非要follow the trends,或者all in,那些炙热的大品,时尚终归就是你自己喜爱旧好动物艺画animal print 一样的斑马马蛇绑鳄鱼纹等等,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秋冬经典元素。 其实夏天这种印花的连衣裙也是颇受欢迎的,不敢尝试此类元素风格的可以先从bottom开始裤子扮长裙,永远不会显得此图案浮夸。 当然总体需要往紧急干练的路线装扮了,像这种瘦纹衬衫有没有觉得一点也不土,搭配上铜色系的西装简直不能更好看啦。 又或者如若觉得自己驾驭不了这种衣服的,也可以选择在包包或者鞋子装点一二足夷,今年Celine有几双boots也是此纹路的,长靴短靴都有,比较类似于去年巴尔曼那个长靴,价格也是相当的贵。 哈哈哈哈,格文元素,Bletchartem check,Elo,I,Sansonia,Rickles,其实Bletchartem check的意思是一样的,在仔细分析其中的面料颜色文录又是不同的不过非专业人士,都我们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哈哈哈哈,只要记住今年秋冬,一定要get理解鸽子样式即可。 从最近的streetstyle就可以看出今年格子,绝对是抓住了大家的心,尤其是以秋冬的基本颜色棕色和灰色为主,除了秋冬大家普遍喜欢偏冷色的色调,清晰明亮的格子更能给秋冬增加一丝时髦感。 有时,缠结好几种颜色混合,将原本复古的格文捂住了时尚的气息,这种不再单调也是一大趋势。 花Flora Iguchi Asimone Rockless and Stalema Continues is a Beldamia BNT大面积的印花元素从春秋开始就是一大特色,在今年秋冬继续被延续了下来,也同时成为了一大热门元素。 不同于出现的密集小碎花图案,入秋可以为自己准备大面积的印花图案,这种更适合当下季节,以自己喜欢的花色为主就好。 西装Blaze Associe C-A-R-V-E-N-R-3-D-O-4今年AW Collection中几乎所有品牌的成衣中都有一套西装搭配,不管是纯色还是我上面提及的格纹,又或者是天鹅绒和灯心绒, 等非常适合秋冬的面料,西装的可搭配能力极强作为通勤装,整套黑灰色会显得比较正规,也可以搭配各种裤型和裙型任何颜色任何纹路样式都是极其百搭的。 除此之外,Jump Suits也是今年秋冬西装里的一个比较活,其实这种特别像空装的连体Suit不是很难穿,而且比较能拉长整个线条。 帅气程度也是相同的唯一的缺点可能,就是想上卫生间的时候极其不方便哈哈哈哈哈哈。 最近Blake Lively在纽约的宣传自己的新电影,每日一套Suit几乎把热门的Suit元素全穿了一遍皮裙。 The Leather Dre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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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属于在简洁不过的样式了,其实秋冬的皮裙大部分都是在黑,深踪踪红色中体现了,满满的Logo元素。 Logo Mania Is Back 1234老印花和Logo封,今两年,都是处于一个流行的趋势下。 LV的老印花就是一,各经久不衰的经典,像Fendi和BB的都属于今年靠着自家的经典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 有些学后经典就是相当的耐看,第二经典的马鞍包,终于再次回归了妖精军,趁热的显入了一只中号,背起来真心相当好看。 我持家棕色系的Logo把和毛拖鞋,在秋天搭配这个字圈看起来特别符合当机还有,就是Logo元素鞋和整套Souls。 闪金属色,KIRDKIRD,众所周知基属色,非常适用于眼状部位。 它能着重凸显放大眼部,所以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衣着。 Metalic金属色可以从人群中脱颖而出,而且一般参加重要场合,的聚会也非常适合。 感觉换季时刻又是我们大买特买的季节。 反正,悠悠我是不准败有所保留了,跟着时尚趋势买起来。 这个秋冬也要时尚的SKSK的。 感谢。 感谢!